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会踢足球 可以忘掉一切烦恼 足球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交到很多好朋友 荣江这个地方 它虽然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 一个很小的县城 但是呢 它的整个的足球文化 草根足球的文化是有历史的 卡卡本来村超 因为刚好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 所以卡卡又是巴西的 对华友好的友人 它特地临时要求 让我们著名项目的孩子们 也能够上场 跟大人们同场竞技 对这些荣江的孩子来讲的话 一起在场上驰骋 一与七球 对他们来讲 无论他将来做什么 这都是人生最美好 最宝贵的记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